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晚上好 我是颜阳 很高兴再次遇见你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 是来自莫娜大叔 为什么余生不能将就 这是我最喜欢的答案 一起来听 现在的你有爱情吗 嫁给爱情了吗 今天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父母有多害怕女儿跟错了人 今天刷屏的这封 父亲写给女儿的信 道出了真相 女儿 今天是你的三十岁生日 时间真快呀 一转眼 当初非要闹着 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小丫头 就长成了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我知道 不管你外表多坚强 心里还是一个渴望被爱的小姑娘 可等了那么久 你心里也会有困惑 哪怕你表面装作不经意 但那些催婚的诸多言语 毕竟都入了耳 走了心 有时候你也会烦 爸 我干脆相亲找个差不多的得了 但爸爸希望你能明白 遇见错的人 比孤独更可怕 我宁愿你不嫁 也不愿你有一个凑合的婚姻 一辈子太长了 你不能随随便便 找个人潦草余生 女儿 三十岁生日快乐 虽然儿力之年已至 但你要记得 永远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再晚 也要嫁给爱情 正如罗宾威廉斯所说的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不是孤独终老 而是跟那个 使自己感到孤独的人终老 大叔觉得 父亲在家庭里 往往是最无条件 支持女儿的那个 所以那些不是真心 爱自己女儿的男人 在父亲眼里 都是靠不住的 宁缺勿滥 正如信中的父亲 宠溺地告白 三十年前是你来了 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 也因为我是你的父亲 所以你在我这里 只能幸福 别的都不行 这封信的内容 跟电影《圣者为王》中 经典片段神似 看完泪目 婚姻中对于女人来说 从来都是人生的岔道 这个妈妈上厕所的时候 也不能休息 孩子正在门外哭着挠门 吃饭的时候 她也是一手抱着孩子 一边匆匆吃下几口 手上贴着的膏药 是带孩子泪出的病症 今天微博上有一个视频 看得让人心疼 网友的评论更是扎心 齐差林 其实有些女生 都不是怕生孩子 带孩子 做家务 累点苦点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你的苦 你的累 你的付出 你的煎熬 在你的丈夫看来 是应该的 完全不理解 还说风凉话 这才是最寒心的 就是小夭夭 我真的就是这样 两年多了 我穿高跟鞋 和连衣裙的次数 屈指可数 没有认认真真地 逛过一次节 没有安安静静地 享受地吃过一顿饭 我更不敢轻易生病 我一倒下 孩子咋办 有段时间很抑郁 崩溃到想哭 我和老公两人待 他要上班 大多数 还是我自己带孩子的 在婚姻家庭里 任何人都可以躲 但是身为母亲的你 从来都没有退路 在一纸婚姻家庭中 女人付出的 远远超过男人 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他是否值得你 为他付出 你的爱 又能否撑得住 和他度过余生呢 而进入婚姻后 你也要做好 应对生活琐碎的准备 婚姻不一定会白头偕老 伴侣不一定能从一而终 哪怕你付出再多 用情再深 但你永远感动不了 一个装睡的人 感情从来不是付出 就能获得回报 那么容易的事 莫娜觉得 结婚并不是终点 而是其中的一战 结婚之后 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我希望你的另一半 是一个能够跟你 共度平凡每一天的人 如果是视频中 这样的守寡式婚姻 丧偶式育儿 我宁愿你过一场 不被拘束的人生 跟皮特离婚的时候 安妮斯顿曾说 每段关系 都有漩涡和波浪 有时很艰难 有时很平静 婚姻最神奇之处在于 在经过了那么多的 漩涡和波浪之后 站在你身边的 还是同一个人 长久的陪伴 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 并非一个人的委屈求全 你要找一个心疼你的人 陪你分担 而不是所有苦难 都自己扛 找到最佳伴侣的人生 有多爽 看看扎克伯格就知道 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 总是义正言辞地说 哎 太忙了 没时间陪孩子 我工作这么辛苦 还不是为了 给你和孩子挣钱 可是你看 扎克伯格又放下了 一分钟几十亿的生意 开始修产假了 自从大女儿麦克斯出生后 她每次都会修两个月 陪产假 去年八月 小女儿欧格斯的出生 她修了一个月的陪产假 现在 她把剩下的一个月 陪产假也补了 一家四口 带上爱狗 去了向威夷度假 扎克伯格 不仅爱孩子 宠妻也是一把好手 就连回母校哈佛 做演讲时 感谢宇都是 感谢母校 在这里 我最大的收获 是认识了普利希拉 一个男人最帅的样子 就是把妻子和孩子 一起宠爱 我看过一部电影 叫《圣者为王》 35岁的大龄未婚女青年 圣如希 事业有成 感情的空白 却成为了家人和朋友 不断提起的话题 更是面对着母亲的 不停逼婚 25到35岁的未婚年轻女性 大概每一个 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 被逼婚折磨的她 喃喃自语道 从小一直觉得 什么事 只要努力就会实现 学位啊 求职啊 加薪啊 甚至是减肥 努力地去变得漂亮啊 可是感情的事情 要怎么努力呢 茫茫人海 我到哪里去拼搏 找谁去奋斗 记忆犹新的是 在影片的后半段 金老师作为父亲 有一段超长的长镜头 他不应该为父母结婚 不应该在外面 听风年风雨 他应该想着 和自己喜欢的人 白头偕老地去结婚 额手挺胸的 特别硬气的 憧憬的 好像赢了一样 那天什么时候到来 我不知道 但我会和他站在一起 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他在我这里 只能幸福 有的人结婚了 因为年龄太大了 有的人结婚了 因为意外怀孕了 有的人结婚了 因为对方有房有车 有的人结婚了 因为家里催 相亲的人也凑合 可是 所有人结婚 不应该是因为 嫁给爱情吗 我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遇见爱 遇见性 都不稀奇 稀奇的是 遇见了解 而一个女孩 对自己最大的成全 就是嫁给爱情 记住你的每一次心动 聆听你心里的声音 不要将就 不要盲从 别怕孤独 孤独只不过是 遇见前的必要准备 罐头是在 1810年发明出来的 可是开平气 却是在1858年 才被发明出来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重要的东西 有时会迟来一步 无论爱情 还是生活 像心中父亲描绘的 遇见他之后 你就会明白 地老天荒 其实并不需要 多勇敢 只要他是终点 在漫漫长夜里 他能陪你说话 晚灯不灭 他会等你回家 而你也不再害怕 面对一个人 一辈子 因为他 你愿意赌这一辈子 总有一天 你会听见那个人 亲口对你说 遇见你之前 我没想过要结婚 遇见你之后 结婚这件事 我从没想过别人 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篇文章 记得帮我们 点赞或转发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可以在文末 找到我的个人信息 关注我的个人公号 向日葵的故事 我是颜阳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晚安 等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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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有错 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 或许是我要的太多 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 害怕相遇见你 你走了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 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等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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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从未来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有错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有错 是否爱情都会有折磨 可我不承认这么说 我许从未来 也许从未来 也许从未来 放心才能更快乐 等你有一天 对我说 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 等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等你爱我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有错 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有错 你再明白 也许早该说 你说什么 我依然会在这里等你 难道真的不能有错 难道真的不能有错 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你爱我 你爱我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我依然会 Finnish 才能有错 可…… 得 Bio 尚、必然是一个辛水に スピー。 王樊瓦、ete咸 作曲 李宗盛